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我从新疆来 这个书啊 王老师一直在帮忙 王老师是有新疆情节的 是是是 说是新疆十六年 是是 所以呢 老是希望啊 为这个新疆做点什么事 是是 所以他就带着这个 库尔班牙管你叫爷爷 是吧 哎呦不 最近改名叫大舅了 我们这辈子怎么拎 他是这样子啊 因为啊 他管这个 这个塞福鼎先生的女儿啊 叫啊 干妈 可是我呢 管塞福鼎先生的女儿 他叫塞少华 叫阿斯库 这阿斯库呢 我管他叫妹妹 因为塞福鼎比我大二十岁 哎呦 我不能够 呃 拿人家当侄女看待 对啊 这汉族人讲辈 其实到人家维吾尔 他们都不讲 人家不讲辈 是吗 你大的叫都叫哥都可以 哦 是吗 他是受汉语的影响 管我叫爷爷 我说你别叫爷爷了 你叫爷爷 那我变成了这个 我辈儿不对 你就叫大舅得了 他立马就接受 现在大舅大舅 大舅 现在这大舅带着他这侄啊 不是外甥 外甥 带着他这外甥啊 和这书啊 你知道奔了土耳其了 还去了埃及 哎呦 我得看土耳其什么副总统 前任副总理 前任副总理 前任总统 前任总统 你说这级别 哎 欢迎他 而且这个在那发表这个演讲 对 主要是这一趟啊 为什么我觉得很值得聊聊 因为这个土耳其啊 叙利亚啊 嗯 这这一块土地 现在可是成了世界的一个焦点 最近不太太 所以太值得说 咱先看看这个相关的这个图片啊 王老师这个这一趟 你瞧 你看 这发表重要 小帽 哎 这小帽是什么意思 小帽啊 这个是维吾尔族的阿图什的最正宗的帽子 呃 库尔班江方面是 再看下个 哎 库尔班江表示他要现代化 让我就充当 我从新疆来老维吾尔的 作者见面会 哎 你再看下面 这是在土耳其吧 这是土耳其 哎呦 到了埃及 埃及埃及 这是王老师的夫人 哎 王老师的夫人一起 这金字塔啊 金字塔 没错 哎 再看 这是什么 这是在埃及最 他叫文化最高委员会 哦 呃 在他那个委员会上 跟 您基本上坐在主席的位置上 呃 没有 没有 那就是了 那中间不是是您吗 中间中间 对啊 他会议 他就是 我年龄大 年龄大 这位呢 老朽 老朽 这是那个土耳其的原总统 啊 菊尔 菊尔 哦 以前的总统 原来就刚下去 就今年才行 哎 15年5月份不才下 我先问您 在这个最焦点的新闻 嗯 这现在把这个 俄罗斯飞机打下来 这事 您这刚到土耳其 是 他们那你感觉什么气氛 有什么议论 他们什么气氛呢 他们就说 这个事不会闹得很大 哎 说是土耳其 这个打下来了 赶紧就给俄罗斯通报 赶紧给全世界通报 哎 表示这个 这是一个 就是不想把他闹大 但是我们当时就听着 您这把人打下来了 您不想闹大 被打下来的 想不想跟你折腾两下呢 这个我们就不好说了 所以我们就是且听且疑的 就是这么说着的 不许真的不闹大 而且土耳其的气氛 闻大也特别喜欢土耳其 我很喜欢土耳其 我觉得很迷人这个国家 因为伊斯坦布尔 是我觉得我世界上 最喜欢的城市 是是是 是那种 它那种感觉是很难形容 呃 一个你想想 被 首先海湾很漂亮 它京脚湾呢 总是看到一群 海鸟 海鸥在那飞 然后无数的尖塔 绕着这个海边的那些山 慢慢的起伏 呃 它的街巷 它的人 都都非常有意思 而且 我喜欢土耳其是因为 它是一个 呃 它作为一个过去 你像看这个国家 它前身 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是 伊斯兰史上面 最重要的大帝国之一 在之前是东罗马帝国 在之前是个希腊化时代 它文化积累太丰厚 而且我常常希望从土耳其呢 得到一点关于中国的 嗯 一个一个借鉴 怎么说 呃 怎么讲 其实土耳其 埃及 我觉得现代中国人都忘了 就是他们跟我们有一些亲缘 有些有些接近的地方 你比如说土耳其这个国家 在现代国史上 近现代国家 曾经有段时期很重要 差不多是清末明初 你仔细看 当时你看 康有为 梁启超那代人 都很喜欢讲土耳其 但我们现在不太讲 为什么他们那代人 喜欢讲土耳其呢 有几个理由 就我们知道那时候 我们清末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都说 自己是东亚病夫 对吧 然后说老外叫我们东亚病夫 但这个病夫这个概念 不是我们首创 也不是西方人 为中国人首创 原来指的就是土耳其 指的是欧洲病夫 是奥斯曼帝国 那这个奥斯曼帝国 跟清帝国最相似的地方 就是两个都曾经那么辉煌 领土那么庞大 文明那么高度发展 但是在现代西方的势力底下 是逐步被蚕食 被摧残 然后都非常的老朽 都被认为非常的腐败 呈现出来的败相 都非常接近 所以那时候 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 常常在想土耳其 他们怎么样 有一个对照 然后后来 他们出了凯默尔吗 凯默尔青年党 然后革命成功 这个东西 对当时我们的 老的革命党啊 影响很大 就说我们也得干那样的事 我们怎么样互相对照 所以曾经有段时期 这个关系很密切 但是 它是一个世俗化的成功代表 但是您看啊 就是你说这个凯默尔 当年这个土耳其的 呃 就是就亨廷顿嘛 写这个文明的冲突 他就说 世界上有三个典型的国家 他认为他把它称为 无所适从的国家 一个是土耳其 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是墨西哥 嗯 他的意思就是 所以我就说王老师 你观察到的是什么 亨廷顿的观察 他就是说 像俄罗斯是内部文化有同一性 比如东正教 对对对土耳其呢 内部文化同一性 宗教啊 传统啊 是伊斯兰 他说 但是呢 他的这个精英啊 又很希望让自己这个国家现代化 然后跟西方这个一致 他就说 所以说在这个地缘政治上啊 他又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境地 你说的太对了 土耳其的这个处境啊 非常复杂 嗯 他的可爱之处啊 就是从凯末尔时期 嗯 大概是呃 二十世纪二二十年代以后吧 这个呃 就是一九二几年 这个这个 他开始啊 掌握政权 嗯 而且他铁腕人物 对 是独裁者 强硬的 嗯 什么他都改 对 他为了改革文化 他改文字 对 不但改文字 他改发音 把小舌音全部去掉 是 用呃 这用呃 做这个 呃 复音的 全部去掉 这跟咱那个时候汉字拼音化 拉丁化 汉字拼音化 咱们不敢改音啊 你发音改的更美啊 他这他都 这他都改 他废除了多少 多少个原来吸收的阿拉伯语的 这个 词汇 呃 而且他现在一直在积极的申请参加欧盟 嗯 他是北大西洋公约组 有着的成员 这个不错 嗯 但是他的东部呢 仍然执行的是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妻子的 这个 这是他最大的问题 他最大的分别 另外 比如说伊斯坦布尔 嗯 嗯 我和善三亚老师 就是我的这个 王太太 都特别喜欢伊斯坦布尔 嗯 但是你要又想到伊斯坦布尔的另一面 嗯 这个 就是新疆的东伊 伊运这是被联合国被美国都列明为恐怖组织的 他的总部就在伊斯坦布尔 就在伊斯坦布尔 你说 我知道那件事挺有名的 我们在安卡纳是他的首都 嗯 安卡纳呢 是二十多天以前 嗯 哎 在铁火车站附近 嗯 发生了 对 一个和平示威被爆炸 嗯 另外呢 土耳其他在这个库尔德工人党的问题上 土耳德这个民族的这个问题上呢 没错 他采取的手段 西方也是不能接受的 是 呃 所以这种的很可笑 这个西 美国吧 他结果把伊拉克三稿两稿吧 库尔德工人党壮大了 是 而库尔德工人党呢 反过来又会威胁这个 土耳其政权 嗯 所以他这 我就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乱象啊 乱得我都糊涂了 嗯 和库尔德工人党做对最厉害呢 是土克曼 嗯 土克曼这个词呢 就是土耳其人 土库曼啊 土库曼 或者土克曼 那个前苏联还有一个 现在也还有一个土库曼斯坦 嗯 他就是就是境外的土耳其人 嗯 现在就再再加上和俄罗斯的这个交恶 哎呀 所以你简直到那 你你身心都乱了 我觉得 您您觉得这个西方人搞得清楚吗 他搞不清楚 西方人干预这个 你还北约或者他搞得清楚吗 我认为他搞不清楚 正因为他搞不清楚 所以那个乔治布什啊 他对中东的这个干预 这个政策相当的轻率 对 因为你很简单 一个萨达姆侯塞因 一个伊朗的那个 不是伊朗 一个是那个利比亚的卡达菲 嗯 他们呢都都开始向西方啊服软 而且表示愿意靠拢 什么废除什么这武器 那武器 接受检查 可是这时候你认为他不民主 他独裁 他呃 或者起码以这个为标榜 你把他灭了 灭了以后呢 哎 他马上暴露出来的是 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冲突 是 你给他揭开盖子了 你给揭开盖子了 就乱成一团了呀 到现在 现在伊拉克跟土耳其又干上了 就是关于这个什么 他这个 说是他的军队进入了 对啊 他进了这个伊拉克北部 那个霍尔德人的那个地方 因为他这里又都和这些什么教派 什么东 都有关系 你说 咱们先去下广告听听闻道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其实为什么 我觉得埃及也好 土耳其也好 整个中东地 很多东西值得中国人去了解 学习 是可以发现我们自己的历史 的一种一种折色 是因为恰恰那个地方 有发生了刚才说那些事 我觉得亨廷对那个讲法 我自己一直都不太认同 我觉得有点 稍微有点草率 他那个区分那个类型 有点太简单了 我自己看呢 这片区域 我们看他的历史啊 真的有时候走的历程 跟中国有时候是相似的 比方这么讲 他们在十九世纪末 整个土耳其的这个奥斯曼帝国 开始被英法这些列强 俄罗斯列强瓦解包围的时候 他崩溃 整个伊斯兰世界都觉得自己很沦丧 当时你想想看 他们的精英阶层知识分子的反应是什么 就几种 第一种 就是觉得西方这套真厉害 真牛 我们要学习他们 我们才能进步 我们才能赶上去 于是这里面就出现一些 是他们的全盘西化版 其实凯末尔就有点像这个 他就全盘西化 对 凯末尔就这个嘛 就是纳塞尔也是这种的 就是全盘西化派 就我们跟随他们的步伐 我们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 但他们这些人同时往往也是民族主义者 就他们认为民族主义者是什么 我们被人殖民 被人什么不行 我们应该独立建国 民族主义那个思想过去不流行的 在阿拉伯世界 这时候开始流行了 于是埃及人首次发现 我怎么能够给你土耳其人 我是埃及人 然后土耳其人呢 他也主动说那些过去我们管那么大片的地方 都不对的 我们是土耳其人 要建土耳其人的国家 所以他是一方面世俗化 一方面全盘西化 另一方面以民族主义为轴心 推动他们革命运动 但是又有另一种人 另一种人是什么人呢 就觉得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搞成这个门沦落 那是因为我们忘了老祖宗的教训了 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粹了 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本色 要解决今天的问题啊 我们得回到古典来找答案 甚至这派人也有些出去留学的 他留学完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说原来西方啊 也不如我们想象那么好 我过去很崇拜西方 我确实发现他们很堕落 他们都是物质文明 没有精神追求 然后我得回到我们的可兰经里面 古兰经找东西 这个 阿尔盖达那个谁啊 那个那个被打死的那个 拉登 本拉登 他的精神导师就是就是这个种人 那这种人回来之后呢 他就搞的是一种 等于他们版本的国粹派 就要复古 要找回他们的东西 那这种人呢 往往一复古 就是带出来去宗教 所以这种人拿出来 就是一种宗教轴线的东西 认为整个国家得救的方法 整个伊斯兰文明要一起挽救 就必须要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国家 完全跟随最严格的一种 对教义的字面的解读 你想想看 这跟中国 就是我们当年也有全盘西化 也有说要回到 现在有时候我们要回回到古典 对吧 回到古典 对我们都在 对我们都是 我们两边都是面对西方的 现代的冲击的时候 强势文化 做出的反应 那是他们的反应 好 他们的反应出来呢 是那个政治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埃及土耳其 跟早期的伊拉克走的 就是世俗化路线 就是全盘西化 您是那个中东 您去过好多地方 你觉得这个 比如这次您去埃及 土耳其和原来去的 这个伊朗相比 这个世俗化的程度有什么 当然你要是从表面上看 那世俗化最厉害的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你住在它的这个 尤其是大城市 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 住在它的旅馆里头 有时候你感觉不到 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些旅游的旅馆呢 有些不符合这个伊斯兰的 叫的规则的一些饮食吧 喝酒啊 对 它就也很容易 很容易解决 它非常的不明显 埃及也没有代表性 因为埃及长期呢 是东罗马 东罗马帝国所占领的地方 所以它那到现在在开罗 它还有基督教的区域 而且也和平共处也都很好 但是我也去过一些地方 有一些它的一些大知识分子 乃至于高官 就是北非的一些阿拉伯国家 他们明确的对土耳其的选择呢 抱批评的态度 认为土耳其的这个 这个所谓改革呀 就把这个国家彻底搞乱了 把它的文化彻底搞乱了 也有这种 这个你看土耳其啊 我觉得像是一个特别矛盾的 这么一个国家 你看就过去讲 就像文道刚才说的 它有几种主义 有的叫泛突厥主义 你看泛突厥主义呢 聊的就是说 它操这个突厥语的 其实是一种大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扩大 但是你这样呢 其他有的邻国呀 对你就不放心 你说你就要干嘛 然后呢 又有一种泛伊斯兰主义 像你刚才说的 就觉得西方的好的东西 我们伊斯兰里也有 那么后来说啊 有一个俄罗斯的学者 叫什么杜金的 我那天看篇文章讲 就他提出一种啊 叫做欧亚中心 这个意思啊 就指向就是说 俄罗斯应该跟土耳其好 得土轴心 就是这俩联系起来 但是结果你看这俩 又把飞机都打起来 那就像过去一战前的 得日得土轴心 一直有这个想法 犯突缺主义啊 是一个说法 一个问题 或者就是 还有一种 犯伊斯兰主义 更可怕的是什么 奥斯曼复国主义 对 因为这个历史到今天呢 这个已经不知道变了多少次了 如果每一个国家 都按他那个江土最大的时候 来重新划分呢 那您这仗啊 打三百年就打过 那咱中国得按元朝的时候算 那你娃娃了 就是这事就娃娃了 他们说现在土耳其这总统 有人这么讲啊 就是他想当苏丹 就是想要 就是他梦想 这个奥 奥斯曼 他还不太一样 不是 不是 我这就不知道 他恰恰土耳其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土耳其在过去 刚才我说那种 世俗主义的执行者 绝大部分都是独裁军人 嗯 最西化的往往是军人 军人政权最世俗化 土耳其常年是军人政权 这个人上台 埃尔多安当年上台 被认为是结束了军人独裁 可是他代表的 就是刚才王老师讲的 土耳其的东部势力 东部的土耳其 跟我们 东部不是你说 特朗普利亚那些吗 他落后 比较落后 就跟我们熟悉的伊斯坦布尔 那种五光十色的大都会 完全不一样 他相对的 就是比较保守的 传统伊斯兰地区 所以他埃尔多安代表的是 这种意识形态 所以现在土耳其 最大的矛盾 就是一个西部海边 世俗化了的土耳其 现代老百姓 跟一个带着强烈 伊斯兰意识形态基础的 这个冲突 那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咱们说 咱们刚才也聊着 上次咱们在这也聊过 就是那个帕木克 那个小说 他那个小说 他本身是倾向于西方的 他整个家庭都是倾向于西方的 可是他那小说 他是被土耳其人提起诉讼的 提起公诉的 认为他是侮辱了 替这个土耳其的国格 后来是欧盟 因为他要申请加入欧盟嘛 所以欧盟就派了一大堆人 在那旁听 后来就没敢给他判刑 他现在就发生这个问题 甚至还有人扬言要暗杀他 是 这个所以这这种矛盾呢 那是这是确实存在的 咱们先取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包括像刚才讲 亚美尼亚人 这个问题就发生在哪 就是如果当你这个国家 你要讲民族主义的时候 你这个国家就会开始排斥 你的少数民族 挤压你的少数民族 如果你这个国家是走的是一种 宗教认同的政治楼线 那就是我如果逊尼派多 我就搞你这个失业派 我失业派多就搞你逊尼派 所以他怎么搞都搞不定 就为什么 就他同一个国家范围里面 总是有不同的民族 总是有不同的各种宗教派系 当你任何一个政权说 我只走一种政治路线的时候 一定会带来一种排他效果 我还有一个疑问 这次不是跟库尔班疆 就是跟新疆 那么你看咱们中国 这有些人就觉得 你不就是东伊运吗 就跟土耳其或者什么突厥 有关系吗 你在土耳其碰见的 他们那边的人是 怎么聊咱们新疆爆恐的 这次呢 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呢 就是土耳其的官方啊 表示对中国的善意 表示对包括对新疆形势的理解 当年几年以前 新疆发生那个 所谓七五的爆恐事件的时候 土耳其曾经有过 比较对中国报批评 乃至于态度的这样的政客 也有这样的所谓游行什么的 可是这次呢 我觉得就是在库尔班疆的 那个一次和读者 见面的大会上 在那个安卡拉 他的现任的副总理啊 参加 参加呢 现任的副总理呢 就明确的表示 我最近访问了中国 访问了新疆 看到了新疆的这种 繁荣和发展的这种前景 我很高兴 就是类似的这么一个话吧 就是一种比较认同的 肯定的 乃至于赞扬的话 这个对土耳其来说呢 也很重要 因为他们很关注这件事 他这些政客的 毕竟他有什么语言文化 血统上的 或者某些联系吧 这么一本书的这么发布会 为什么他这个副总理都来出席 有好吗 有好吗 那你比如说他这个 表示对中国的这个重视 而且新疆问题 而且新疆问题 在比如说 居二总统 这个我们这个 在他的 就在那个 原来 原来他住过的总统府里头 我们有一个见面 那么他也 我们就谈到了 因为他问我 关于中国的一些情况 我讲了一些情况以后呢 他就表示 他说他完全理解 和赞成 我的看法 中国呢 还是需要有一个 强有力的领导 需要有一个 强有力的政府 否则中国呢 是不可能 保持稳定 和继续发展的 那么这些话呢 我觉得就 从土耳其来说 这已经 就是 算是对中国 十分 保理解 和友好的态度了 很重要的信息 一般人呢 就因为 我听说 最近也有些 中国游客 在新疆旅游的时候 遇到当地 百姓开始 有些不太礼貌的对待 因为以前 我去土耳其 印象的还挺不错 但现在听说 很多土耳其人 觉得你们 这些中国来的汉人 就是欺负 我们的穆斯林 兄弟 或者是 围族弟兄 然后对你感情就 感觉就不太好 有这种情况吗 肯定有 这是肯定有的 这个 就在那个 发行的 会议上 也有一个人呢 提出 说是这个 土耳其人 过去对新疆的 真实的情况 不是特别了解 老觉得呢 这个 在新疆的 这个 突缺民族的 这些 就说 讲突缺语的人 不能说突缺民族 讲突缺语的人呢 会不会是 少数啊 或者是 甚至于受到 歧视和压迫 这个 库尔班江 他讲的也 非常的好 他说 历史上的事情呢 这可以由 历史学家来 鉴定 那么我看到的 现在的情况呢 我要告诉你们的呢 就是 许许多多的 新疆人 包括各个民族的 和其他民族的人一样 中文族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子录像